我想,如果你有這個方權,也就是以後如果你會複製貼上,你就有這個功能了 那這個功能的話,其實就是剛剛講的,插入函數裡面,使用者定義裡面會有一個瓜糊製作函數 那給一個資料,它會自動幫我把我需要的功能做出來,就這樣而已 OK,所以也就是如果說,往後你社會裡面沒有這個函數,那你用VBA寫了一個這樣的函數,你的問題當然也可以得到解決 只是說前提是,你要能夠把這一個方權寫出來,寫出來之後你只要會用 只要給他一個,比如說參賽者的資料,他就會給你一個最後的結果 利用這個來取代你原來的這一串公式,我想應該會讓你的工作效率,我想應該還是會提高 因為每一次你光要再打一次這一個公式,可能你,也許你今天打得出來,你明天不見得打得出來 對不對,你又忘記拿一個對不對,但如果你把這個自訂函數寫完之後 其實以後就可以直接拿來用,甚至你可以把它加到爭議期裡面 爭議期裡面,以後的話可以裝在爭議期裡面 甚至你每一台電路可以裝,爭議期就可以把它完成這個,就是自訂函數的動作 那裡面該怎麼做,首先應該知道這個結果,那怎麼做 一樣切到Visual Basic 所以你會發現,像這個真的還蠻方便的,以前寫程式都要裝一堆有的沒,現在完全不用 但是你要知道,Visual Basic怎麼切過來 OK,再來的話,程式一樣寫在模組裡面 所以剛剛那個模組寫在它的下方 那這個寫法,基本上這樣 一,一樣是插入一個那個,我們先複製一下 我的習慣這樣,插入一個程序 然後,先改成方選 特別主要,這個方選對應到自訂函數 那光無自傳,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後面加一個函數 這樣子,OK,特別主要,一定要改方選 這個,因為之前有同學忘了改,還是sub 現在沒有,因為你是sub,OK,確定 那方選跟sub有什麼不一樣呢 特別主要,sub是線性的,好玩就結束了 那方選呢,是互動的,他會跟你要一個東西 也會丟一個東西給你,丟回去給你在你儲存格所在的位置上面 所以特別主要,第一個,他會跟你要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從瓜糊裡面要 那,這個裡面呢,比如說我會跟使用者 跟使用者要一個叫做資料好了 也許叫參加點資料,或者叫資料好了 假設叫資料 那跳出來,會有個框框 那那個框框呢,使用者就必須要給一個資料 就給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丟過來之後呢,他會暫時幫你把那個資料 比如說他選的這個,趙大鵬 他會丟到資料 那這個叫引述 所謂的引述就暫時放這裡 趙大鵬就會放在資料這個引述裡面 好,雖然他叫資料,可是這個裡面放的是趙大鵬 OK,那所以呢,如果我接收到這個資料之後 我要做什麼事情 接下來,一樣要撰寫程式 可是,其實如果程式已經寫好了 上面這東西,其實可以拿這中間這個 回圈不用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SUB是線性的 跑完結束了 那你方學是互動的 可是其實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我可以把4NES中間這一段 複製,貼到這裡 用這個來改 邏輯因為一樣 所以我拿這個來改 那怎麼改 第一個 縮排他太過頭了 所以把縮排挪回去 你可以按SHIP加上TAB 他可以倒車 按TAB是往前嗎 SHIP加TAB OK,第一個 那其實我還蠻強調這個縮排的 因為你說排不正確 我真的會看得非常不舒服 尤其是很多同學 完全這些都沒有縮排 這真的看得很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4NES,如果你縮排了 4,有4一定有NES 因為這個程式非常重視它的結構 你只要有一個結構不穩定 這個程式一定會跑出有BUG 所以寫程式如果你結構很完整的話 怎麼跑都不太容易會有BUG 所以這個觀念要 我覺得要建立 好,那把這個中間這一段貼上之後 那我要改哪些地方呢 其實原來的SalesA有沒有 其實就是資料 為什麼 因為我原來是從 Sub是從上面抓資料過來跑 可是呢,這邊 Function是使用者給你資料 那你去做後續的 所以E,把它的A有沒有 裡面的SalesA 這個指的是儲存格A裡面的資料抓過來 你通通把它改成資料 因為這個說是資料過來 把SalesB有沒有 丟回來到哪裡 丟回來給這個函數本身 所以記得 Function是一個互動的 所以呢,它會利用 丟資料到這個資料裡面 然後返還給誰呢 返還給這個函數本身 它在幫你把結果丟回來到這裡 OK,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基本上程式撰寫完畢了 只要你會改喔 那是要改哪裡吧 1,這個地方 1,這個改 這個改這邊而已 其他都沒改 完全都一樣 還有一個地方 底下好像還有一個SalesA有沒有 那這個就算資料 就是使用者給你的那個 好,寫完了 接下來來test 看一下好不好 OK 那不是把它清掉 插入函數 有沒有一個叫 叫刮弧自傳函數 然後呢 跳出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兩個字 是我們剛剛刮弧 後面的那兩個字 那我知道啊 資料 所以我給他一個資料 按個確定 好,向下填滿 OK,不過 這裡好像 那雖然感覺 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 似乎有一點點不完美 哪裡不完美呢 就是這邊多一個0 那這個0怎麼辦呢 你怎麼不可能自己按delete的鍵吧 他會做很多啊 當然不是啊 那問題為什麼會是0呢 其實關鍵在這裡 這個地方 就是 如果你 假如說 有找到的話 就是A不等於0的話 表示有找到資料 對不對 他就會跳到這邊來 輸出這個結果 可是如果他等於0的話呢 他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什麼都不會返還給他 那如果呢 這個 function 如果你完全都沒有返還任何東西給他的話 他的預設值喔 就會是0 預設值就0 所以我們頂多呢 可以做一件事 這邊呢 多一個else判斷 反之的意思 if 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是 像剛剛的邏輯 if andif 那就一重邏輯 如果你加一個else的話 就兩重邏輯 兩重邏輯說 如果A等於0的話 那就輸出這個 如果 那A A不等於0的話 輸出這個 表示有找到 那如果A等於0的話呢 那我要把它變空字串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頂多是 一樣返還什麼呢 返還資料 但是你把它改成什麼 空的東西 這樣就OK了 應該懂我在敘述什麼吧 反正就是多一個反之就對了 OK 好 那全部寫完了嘛 其實就多一個else這個敘述 我們再回到這邊來 其實你只要再打勾一下就好了 它就重整一下 你會發現喔 剛剛的那些0全部消失了 那就完成我們剛剛的 制定函數的撰寫了 OK 所以那個邏輯 我想跟剛剛一模一樣 主要你們要理解就是說 Sub跟Function 它兩者之間的差異 Function真的就是所謂的互動 它給你一個資料 你就把它放在剛剛那個位置 然後呢 丟回來什麼資料 幫你返還到儲存格裡面 OK來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剛剛寫的這個Function 其實在雲端上也有一模一樣 完成的東西 所以如果對這個還是很陌生的同學 可以參考 不過盡可能自己動手做做看 其實你做個一兩次 慢慢慢慢你就會熟了 一回生二回熟 以後其實寫這些Function 你就會覺得 原來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OK 所以 那我們未來當然也會撰寫蠻多類似像這種東西 那當然你在工作裡面 如果你有能力 可以很快的把這東西給寫完 那其實 效率當然自動就會提升起來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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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